大家好 欢迎来到娱乐夜疯狂 我是超梅 8月26号 于成庆在个人社交平台上 晒出一组自己逛菜市场的照片 并且配文买菜永春市场 偶尔一次挺有趣的 婆婆妈妈们别介意 照片当中 于成庆身处菜市场 他一只手拿着菜篮子 一只手拿着手机自拍 他的身后是密密麻麻的人群 还有各式各样的菜 采购完成之后 于成庆拎着两个袋子 站在了热闹的人群当中拍照 十分接地气 看这个视角 不少我有猜测 应该是他的老婆帮他拍的 当天 于成庆身穿着灰色短袖 搭配着浅蓝色短裤 整体打扮十分休闲 虽然已经59岁了 但是于成庆打扮年轻 保养得当 完全看不出来已经是不如老年的年纪了 对此 不少网友留言调侃了于成庆称 买完菜回家做饭 不会把厨房都烧了吧 还有网友夸赞 于成庆是个好男人 简直就是把老婆宠上了天 买菜为老婆孩子做饭的行为十分拉好感 于成庆的老婆张嘉欣 是台湾民事的一名主播 他会说中 英 法 西班牙四国语言 毕业于英国白金汉工大学的他十分优秀 还曾经担任过某五星级饭店的总裁特主 张嘉欣不仅能够在事业上有称 他在照顾家庭上也是一把猴手 这难怪啊 于成庆如此宠他了 2015年 于成庆被拍到和张嘉欣在工作室共度一夜 两人恋情曝光 2016年 于成庆发表声明 本人于成庆已经和张嘉欣小姐公正结婚 宣布了自己已经结婚的好消息 两年内 张嘉欣先后生下了一儿一女 一家四口十分幸福 于成庆也是经常被拍到带着屈儿出行的照片 可以看出他是个十分贴心的爸爸 于成庆和妻子虽然相差了足足十四岁 但是两人的感情很厚 每次露面都是十指紧扣的 或者是相互依偎在一起 甜蜜如初的感情令人十分羡慕 于成庆宠家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早前有台媒报道称 于成庆相中了一套台北市松山区的 居民喉宅区的房子 只为给了妻儿更好的居住环境 据悉 该喉宅每平价位是在200万台币 47万人民币左右 每户总价值高达2亿 于成庆虽然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但是他如今的生活主实让人羡慕不已 而他对待前妻的态度 也是让网友们忍不住夸赞 两人并未像是其他人一样 求着对方不放 反而是认认真真地过起自己的小日子 也许简单平凡的生活 才是于成庆真正想要的 于成庆出生在台北 教师背景颇为显赫 他的爷爷曾经出任了昆明市长 还创办了与南省规模最大的 亚西亚烟草公司 他的父亲是台湾政界的资深人士 母亲是国报及国具名林 出身名门的于成庆 从小就是受到了很厚的艺术薰陶 高中时于成庆开始接触黑人音乐 从此觉得人生当中再没有别的乐趣 比得上他 他的英文名哈林 就是来源于美国黑人文化的中心 美国纽约曼哈顿的哈林区 1986年于成庆作曲编曲演唱 制作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 双心歌手销量十万张 于成庆在音乐上的成就 大家有目共睹 出道三十多年 于成庆录制了三百多首歌 直到现在还在继续创作 相对而言 易能静的出身就是颇为卑微 易能静原名吴静怡 比于成庆小八岁 从小易能静的父母就离异了 他被成妻妻养在养母家 12岁时 易能静随着母亲远家日本 改名易能静江 16岁时 易能静偶遇了台湾当红歌手刘文正 刘文正一眼看中了他 想牵他做歌手 易能静不顾母亲的反对 毅然决然地跟着刘文正回到台湾 签约出道成为女团 分音三叔的一员 1986年 易能静遇到了 比自己大八岁的于成庆 那个时候的于成庆 已经是圈内居民的音乐才字 于成庆很喜欢易能静 他主动告白 承诺自己一定会让他过上好日子 易能静被他感动了 1988年 两人正式交往 易能静和于成庆的爱情 就像是小说里 豪门贵公子和灰姑娘 在当时呢 很不笨人看后 当年于成庆把易能静带回家 全家人的脸色都是不好看 他们不能接受一个家庭残缺 还在娱乐圈闯荡的女明星 但是于成庆很坚决 始终呵护着易能静 两人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之下 进行了长达13年的恋爱长炮 于成庆是真的深爱着易能静 1999年易能静被潮出患有肿瘤 以上告诉于成庆 如果开刀发现是恶性肿瘤 就需要切除易能静的子宫 他将无法生育 让于成庆考虑清楚 不料于成庆不假思索地说 生命比较重要 他选择了继续手术 同时也决定 不管手术情况如何 他都要取他为期 后在易能静患上的是良性肿瘤 在手术后的第二年青人节 易能静和于成庆 结束了13年的爱情潮泡 在洛杉矶注册结婚 2002年 易能静生下了儿子哈利 在一生的允许之下 于成庆为了给易能静加油 还在产房里现场利手 情非得意 夫妻和睦 家庭幸福 他们成为了忍忍羡慕的神仙眷侣 但是2007年 媒体却是意外曝光了 易能静出轨黄维德的消息 一开始 易能静向媒体积力否认 于成庆也不相信 认为是外人极度 他娶了有才华的老婆 好友张宇忍不住劝他 多注意一下易能静在外的行为 结果于成庆恼求成怒 和张宇断交 但这件事情 就此埋下了分别的种子 2008年10月 媒体曝光了易能静 和黄维德手牵手 在北京城逛街的照片 坐实了易能静出轨的证据 于成庆也是不得不相信 老婆出轨的事实 离婚是易能静提出来的 离婚之前 于成庆还在试图挽回 让易能静退出娱乐圈 远离世世飞飞 但是易能静还是放弃了 破镜难远 覆水难收 原生家庭成为他心上 永远跨不过去的一道看 2009年 于成庆和易能静离婚 虽然于成庆比易能静大 但是在感情上却是个小白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 易能静是他的初恋 他本以为一生可以指探一次恋爱 就是完美的结局 但是他忽略了易能静 比他想的更需要被爱 由于家庭原因 易能静从小就是缺少父爱 所以更需要被爱被呵护 需要一些仪式感 但是当时的余生静不懂表达 他以为 爱情只要细水长流就可以了 他会把两人约会时的电影票 都收藏起来 会在易能静发红的时候 把自己写给他的信撕碎 然后又撞起来 他甚至能够在牵手门发生之后 和易能静一起去北海到旅游 但是易能静想要的 是浪漫自己的爱情 渴望偶像剧般的生活 于成庆却是没有办法 把自己全部的情感 都给易能静一个人 虽然两人分离了 是有去可寻的 但是他们彼此 曾经是一定非常爱对方 易能静在自己的书 《生死誓言》当中 讲述了两个人 相爱十年的心路历程 有生之年 在我有生之年 我一定比你多活一天 我会帮你暗葬 让你安心 不受失去的苦痛 然后我再陪伴你 书中的这句话 也是成为流传至今的情感名言 但是谁能想到 后来打破这个誓言的 却是他自己 易能静后来 接受采访的时候坦白 于成庆把他当成了 一生一世的爱情 他却只是把于成庆 当作是救命的父母 把自己全部的情感 都是寄托在他身上 但是没有人有义务来接受这些 他的童年心病 不该让他来医治 如今双方都是已经坦然放下 各自拥有了新的家庭 互相助对方幸福 一切都已尘埃落定 各自展望新的开始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未来的线 birra